那么这一段里面就是 怎么样可以不欠风流债 这一篇也是引用印光大师 怎么样可以不欠风流债 就要看破设意 印光大师说 《太善感应篇》里面 讲到见他赦免起心失之 就这么一念就照下罪业了 起心尚且不可 何况是造成事实 还习以为常 所以看到设意的时候 要怎么去观照 要怎么回头事案 下面有几段 这都我们学习 怎么样可以不欠风流债 第一个就是 要去想看看 古代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果报的故事里面 古代的人面对美女主动现身的时候 都有季节接纳以保持德行的 那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图谋女色呢 所以你当女色当前的时候 你要想古代有很多人面对女色在引诱的时候 他都能够季节接纳而且保持亲德 我们讲过了 以前台湾的司法院长王重慧先生 他是个博士 他留学英美德陆 英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是一个学院非常好的一个法学家 王重慧博士 在台湾早期的司法界非常有名 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 耶鲁大学是美国很好的一个大学 他学问非常艳薄 而且心地非常慈悲 仁慈直爽 而且对名利看得很淡 他让人家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生平不好你色 那王重慧先生呢 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有一段研究罗尼的事情 在清光熙27年的时候 在1901年 当时有一个革命分子叫秦立山 他是国民党起兵的失败的一位革命分子叫秦立山 他失败以后逃到日本去 被王重慧呢 因为王重慧当时在日本留学把他收留了 就把秦立山呢 请他住在楼下 他住楼上 那当时王重慧呢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有雇佣一个日本的夏泥 这个日本的夏泥呢 对王重慧先生呢 他年少殷俊呢 非常的倾心 常常借机会羡媚 或者说日本话呢 用语言调戏 但是王重慧呢 都不为所动 有一天晚上凌晨四点呢 这个日本夏泥呢 就把衣服都脱光了 赤身楼体的 近日王重慧的房间求欢 像这种情形呢 虚云老上有一次 在出家的时候 当时天气很热 在那个渡轮 渡轮要经过一个河的时候 当时因为这个渡轮呢 里面坐了很多人 虚云老上当时出家一段期间呢 啊因为大家 很多人乘这个渡轮 天气又温热 不像现在说 有冷气跟电风扇 整船的人都在睡觉 当时呢 就有一个女子呢 把衣服全部解开 宽衣解带 全部解开呢 他躺在虚云老上的旁边 要勾引虚云老上 当时虚云老上 就正经为咒 就端坐起来呢 他是练佛持咒 双腿一盘呢 他就开始练佛持咒 来秉除呢 这个眼前这位女色的引诱 当时写这篇故事的作者说呢 他说还好虚云老上定功非常的深 可以拒解这位女色的诱惑 否则他当时已经现出家相了 他已经破戒了 那要不是虚云老上的定功身 他早就失去戒体了 他就讲说呢 阿兰尊主当时在的时候 摩登前领在诱惑他的时候 有佛陀的嫩眼神就在救他 派文书术理佛杰去救阿兰尊主 他说在那个渡人上面 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虚云老上啊 稍有而不顺 就变成一失足成千古混啊 那就不是现在的虚云老和尚的高僧大德啦 就毁啦 一代圣人就毁啦 所以这个呢 日本的夏尼呢 在凌晨四点呢 赤身楼体的建筑王重慧的房间 求欢 王宿健壮 就王重慧看到这种情形 大为惊骇 这个人是德行真的了不起啊 了不起了不起 我们真的要给他赞叹 王重慧也许不是一个学佛的 但是身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 能够德行这么清高 坚持不为所动 这个德行呢 就非常的做到借吏里面讲的 古清历史常常说的 常常说的 沉点不然 脚白如业 真的可以称为脚白如业 沉点不然 所以当时王重慧呢 会长惊骇的 惊讶的 大声喊叫 不可不可 第二 我们也看过以前 这个因果报应故事里面 有一个秀才要进京考试 也是被你受诱惑 他到守不住的时候讲一句话 他说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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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 不可不可最难 要拒绝诱惑很困难 结果他去考试的时候 他的考卷本来考官不给他录期 结果丢了几次 丢了几次 丢了几次 几次都听到声音说 不可不可不可最难 那个考官呢 就把那个考卷那些 再仔细检查 这奇怪 每次就把他批不及格 把他丢在旁边 就偏偏有听到声音说 不可不可最难 就把那个考卷的头去看 后来就给他录期 就是他季节血影 季节间影的得到公民富贵的果报 一般来讲啊 如果换血影的话 都有损公民福报 本来要当很大的官呢 都会贬下来 甚至会被拔掉 甚至会被除掉公民 尤其这一块是属于文昌帝经官的 特别的敏感 所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 你读博士 你要当官呢 一个原则 绝对不能换血影 你一换血影 本来命中有当大官的命 都变小官 甚至没有官可以做 而且还官司参生 我们现在看很多公民都这样啊 不管是台湾 不管是中国 全世界都一样 很多大官 很多大官 遇到荣华富贵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 都是拜在这些女色里面啊 这美女里面啊 彩色这两个啊 所以当时王重慧就大声高呼啊 不可不可 下你狂帮偶走啊 这下你就跑掉了 楼下那个秦立山啊 跟几位留学生啊 看到王重慧呢 见色不隐这个定力呢 十分信佩 这王重慧先生就做到文昌 《当地经音诸》里面讲的 《圣读之以轻隐》 他不动邪恋功名成就 而且官当到司法院长 功名成就 所以众生的毛病呢 就是在最初一念 不亦守之 第一念守不住 所以要做到什么 克己惜从难克处克将其 最难克服的地方呢 要去把他克服 即使诱惑灵头呢 勿伤良心 要用慧力观照 唯以慧力照之 正念持之 要晓得呢 虚空的鬼神呢 深深难在见察我 所以呢 天堂福乐呢 一转连可登 地狱的苦人呢 一狮子有将入 要临崖热马 就悬崖热马 悬崖热马 苦海回头 要以万难致辞之时 存一万不可换之下 就是怎么样可以不欠 轰流债呢 的第一个方法 印光大师跟古人教我们 第一个 在第一念的时候呢 要保持清醒 要去克服 这是第一念 要学这个王重卫先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如果你碰到美色当前的时候 怎样可以不去换这个 轰流债呢 就是 古人都有婚夜拒绝私奔 而来的美女 那我且强行必迫而行奸污 如果你要去换一个女子的话 你都要去想到说 古时候都有婚夜就是半夜 拒绝私奔偶来的这些美女 那你现在确实把这个人 这个女子的强行 用强制的手段 强行的手段 把她换污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古时候 这个善事呢 就是善良的人呢 他发现买来这个美妾 是家里碰到困难的 人家的妻子 他赶紧把这个女子呢 送回去还给人家 而且把这个女子卖生钱呢 也作为礼物 奉送给她 就是古人很得行很好的 他有做到这个地步 那你却是千方百计的 去挑逗人家的妻妾 第四点呢 古所有的人做主人的 他有时候都还会兼钱 帮助他家里的悲逆出嫁 把他嫁出去 现在也有 而我却呢 藏士奸污悲你下人 就像现在很多 请了一些外劳 把外劳强奸了 强暴了 而我却藏士奸污悲你下人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古所有的人有时候出钱替人家赎身 让妻妮 转做良家妇女 这个在古代的故事里面 也看很多 而我却什么 称人之为 逼良家妇女 为娼 或者逼迫良家妇女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呢 古所有的人有兼钱 保全别人的夫妻 圆满而不拆散 而我却离见别人的夫妇之间的感情 而充当第三者 这个呢 也要学习古人这样的精神 第七 古所有出钱帮助别人嫁起的 像曹兵啊 很多都是做到这样 出钱呢 帮助这些被俘虏的妇女呢 把她嫁出去 或像窦燕山也是一样 她那个长工呢 脱了她的钱 把她女儿呢 写一个 一个纸条呢 把她卖给这个窦燕山 窦燕山把那个纸条烧掉 把那个卖身器烧掉 交代她太太呢 把这个长工的女儿呢 把她抚养长大 最后把她嫁出去 所以窦燕山后来她躲到高寿啊 她短命变成长寿啊 她生了五个儿子 五子八生 通通通当大官 一门贤贵 她 含笑无极欧众 这窦燕山的果报 她记得这个应得啊 第八 要想到这个轰流在呢 片刻的欢愉有限 你享受的只是片刻的欢乐 但是多生多世的罪业 却是恶报无穷 你要考虑后果 考虑到将来的果报 考虑到来生他事 总的来说呢 就是我们把这些虚妄的水液浸花呢 当做真实 沉溺于无边的意海里面 其实轰流内在呢 就是轰流在呢 大可不必欠下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多听清文法 靠戒律 靠拜佛 靠听清文法 靠读诵经典 要慢慢的呢 要把自己这个业障呢 能够看得破 才能忍得过 那若是忍不够呢 那还是因为你看不破这个真相 刚才我们引用 《观圣灵戒淫经》 还有《感应篇》里面这个讲的 你要看清这个真相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 却是在满身的罪孽到伤恶道去 所以这里也讲啊 你 末界洪流在告诉你 如果你一时无法看破 色异本空 你可以把别人的妻子女儿 当成自己的建属看 年纪老的看着自己的母亲 年纪大的就是姐姐 年少的就是自己的妹妹或女儿 能够如此邪淫恶心就不会生起来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